接下来也要告诉大家一个 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的新闻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 矫正署花莲监狱 在这个花莲监狱的借户科 有一名陈姓女管理员 她因为抵挡不住一名叫做 简姓的毒贩的热烈追求 居然就跟她交往了 两个人就这样搭上线了 对 两个人就这样交往了 然后在这个简姓毒贩就是被 就是在这个监狱里面 这两年期间 两个人甚至还经常发生 这个亲密关系之外 这名陈姓女管理员 因为她是管理员嘛 所以她职务上 她是可以自由进出 这个监狱的管制区的 她就透过这个机会 她就收到她的男朋友 像那种季菜的业者 就是委托领取 或是购买的物品之后 她就可以规避说 一般受刑人 她的那个物品是要检查的 她就规避了那个检查程序 然后直接透过不知名的受刑人 就是不知情的受刑人 就透过她 然后再把这些物品 转交给她的这个男朋友 简姓毒贩 然后两个人这样子 来来往往 她们你知道她送过哪些东西吗 她送过8000多元的保健食品 佛珠 内裤 巧克力 记忆卡等等 全部价值加起来 大概1万多元 两个人这样子 就是一直到了2021年4月的时候 才被监狱方给发现 那现在整体案件判刑 结果出炉了 因为法官就认为说 你这个陈姓女管理员 你根本就是夹带物品给罪犯 你根本就是罔顾说 我们国民对于这个监狱管理的信任 你破坏我们大家对于监狱的信任 然后虽然说她在审酌期间 这个陈姓女管理员 还是坦诚犯刑 而且她没有前科记录 那她表现也非常的良好 而且再加上说 其实她交的东西 其实没有很多 就是大概价值就是1万多块 所以法官后来就决定说 依照对非主管的事务图利罪判处 她一年6个月有期徒刑 尺夺公权两年 不过可以缓刑4年 但是这名陈姓女管理员 要在这个判刑确定的两年内 她要向公库支付25万元 但是我也蛮好奇的 就是说这个毒贩 她到底是长得很帅吗 还是她有什么魅力 可以让这个静女管理员 对她就是跟真的 爱上她 对 没错 我也蛮好奇 而且她在监狱里面 她又不肯像一般男生追女生 可能就是送花 送巧克力 结送什么的 她到底是靠着怎么样的言行居之 然后就让她迷上了 真的 就是不可自拔这样 对 而且她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进行什么亲密行为 因为这感觉就是人很多啊 我很好奇 我真的超好奇的 就是说 好 没关系 我们一提五件事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追踪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有了解到更多的内容的话 我们就会继续告诉大家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 另外一则恋情的发展 林彩婷呢 她在2020年3月的时候 她就和她的前夫离婚了嘛 是的 那她最近呢 出席活动的时候 她就说 其实这三年来 她陆陆续续的都有一些约会对象 不过呢 她自己是说 她对于这些约会对象 她都是抱持着且看且走的心情 她也说 我们不是像以前的恋爱脑了 我再也不要像恋爱脑一样 就是一头栽进去 可是她最近呢 就被周刊拍到说 她其实早就有稳定交往的对象 对象是谁呢 就是我们现在照片中看到 就是林彩婷 这是她的新交往对象 就是东山丫头店的帅哥老板 陈红军 那她们为什么会被拍到呢 因为她们两个人 不只是被周刊City One拍到说 两个人深夜是共处一室之外呢 这个画面就让她们两个人 要一起去澳洲旅游的时候 在机场被大家给拍到了 而且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社群上面 有许多她们两个人 爱情的痕迹 很多蛛丝马迹 其实早就曝光了 男生拉着一个鲜黄色行李箱 而女生身材性感 牛仔外套里面 蓝色莫胸 微露事业线 老司机一言就可以认出 她是蛇姬林彩婷 两人一起出国 共用一个行李箱 这关系肯定不一般 而且肢体动作也不少 看来我们蛇姬 是遭到爱她的卢夫了 如果你不信 就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出国前 之前说自己投资东山丫头的林彩婷 13号就被本刊发现 出没在住家附近的摊位前 还牵着爱犬拉拉 这摊仪式就是她的投资项目 而店老板就是她的男友 当天晚上男生把钱存好之后就走进林彩婷住的社区 拿着感应卡进门没再离开过 隔天我们再次募集林彩婷来做兼职老板娘 还会帮忙招呼客人 没客人的空档 小两口并肩站在一起 男生的手就这样自然的勾上去 真是令人羡慕 而这名让许多男性嫉妒的幸运儿 本堪也知道了她的身份 是淡出演艺圈的模特儿陈鸿俊 我们再仔细看看两个人的社群 早在2021年 两个人就有很多共同行程 例如10月都去了澎湖 12月都发了类似叶旦照 去年1月还共享同一片乌来温泉窗景 8月还去了泰国过情人节 男生还贴出同狂照 看来两人感情是甜蜜且稳定 现在就看有没有机会 把男友升级成老公 持续关心娱乐圈的粉红泡泡 之前电影《山中森林》 它的票房破千万 那有演出《山中森林》的这个王子跟郭学福两个人 就是花边新闻不断 甚至就一直被大家传说两个人很暧昧啊什么的 对 两个人绯闻不断 对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人现在就是越来越用力的 一直在撇清关系 就说没有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暧昧 大家搞错了 那其实最近王子就被静周刊拍到说 其实他最近已经有了新欢了 但是新欢不是郭学福 而且跟他同样都是全民型运动会的班底 席维伦 4月19号静周刊接获线报 线报指出王子和席维伦两个人在高尔夫球场边聊天边打高尔夫球 而且动作很像情侣 而周刊就拍到大约傍晚五点 王子就从高尔夫球练习场楼梯走了下来 取好车再开到门口 过没多久席维伦就现身提着一袋 几乎跟自己一样高的球带 他先把球带放到后座 自己就接着往副驾驶上坐了 而由于席维伦原本就喜欢打高尔夫球 现在王子也开始跟上打高尔夫球 让人觉得南方别有用心 但王子在席维伦离开途中疑似是发现狗仔跟拍 便丢包席维伦在路边 今天早上对于爆出这一期绯闻 王子就在IG的现实动态上标记席维伦高EQ的回应说 好心在你却被说是丢包 你倒是好好说说 他还分享当天打球的还有周杰伦跟坤林 并非只有和席维伦一起打球 接着带大家来看到是女星邱启文 她最近正在拍摄一个台式的八点档剧 叫做美丽人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其实最近就传出说 她在剧左跟这个王乐岩 两个人起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这肢体冲突有多严重呢 据传两个人是一言不合 她甚至还上前然后拉了大家的衣领 没错 做出对方的衣领来示威 甚至她还暗指对方就是行为不检点 用非常非常难听的字骂她 两个人还骂了三字 仅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 还好当时旁边有人劝架不来场面 可能是一发难以收拾 女星邱奇文和王乐岩 在八点档里是好姐妹 不过在戏外却爆发冲突 据传邱奇文甚至扯王乐岩的衣领 更飙骂三字经 根据金周刊报导 邱奇文在拍摄美丽人生时 疑似因为装法造型的时间太长 耽误了拍摄时间 在一旁等待的王乐岩和邱奇文的时间认知不同 于是言语了两句 没想到这番话被邱奇文听到 让她当场抱走 对王乐岩大吼 谁说我迟到 我仍已很久了 不要以为你有靠山就了不起 而王乐岩似乎不想起争执 便只有淡淡回了句 我没有靠山 事情看似慢慢冷静下来 但过了不久 郑中英换进棚书画 觉得邱奇文的脸色不太对 气氛好像怪怪的 于是上前关心一下 结果邱奇文的怒火又被点燃 表示自己真的超级不爽 并按指旁边的王乐岩排挤他 一旁的王乐岩也忍不住回嘴表示 诶 我没有哦 没想到这句话 让邱奇文火上家伙 气到不行 直接上前扯住王乐岩的衣领 并大骂 你什么态度啊 你有疑问可以直接来问我啊 旁边的工作人员简直被吓傻 赶紧把两人拉开 但邱奇文还没气消 甚至标出国骂 近周刊向美丽人生制作人 好校主求证 他也承认两人确实有冲突 不过他强调拍戏久了 总是会有情绪才会发生误会 邱奇文没有迟到 是弄妆法才拖到时间 讲开就没事了啦 对于之后 是否会避免两个人同台 蜘蛛人乐观地表示 他们在戏里还是好姐妹呢 真的没有必要搞成这样啦 不过14日邱奇文却发文写下 没有后台也没有靠山 不管有没有人撑腰 我才不在乎你是谁 文章疑似在暗指王乐岩 两个女人间的爱恨情仇 不及戏里精彩 戏外更是火药味十足啊 邱奇文遭周刊爆料 跟王乐岩杠上 还在摄影棚上演大爆走戏 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不过事实上 邱奇文他出生富裕 是个药材千金 而且他还曾嫁给正二代 无奈婚姻仅维持短短六年就收场 根据镜周刊报导 邱奇文家境富裕 父亲曾在高雄开餐厅 也是南部中药材批发商 是个药材千金 当年入行拍戏 大家还在搭捷运骑机车 邱奇文就开着家里 买给他的宾室车代步 也老早在台北买房置产 而过去他也曾有段婚姻 回顾2008年 邱奇文嫁给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 柯建民儿子柯伟任 2014年两人离婚 目前邱奇文对感情的态度顺其自然 去年他曾分享已经动软 因为希望未来 可以给自己多一些选项 并表示 自己交往 不会在意交往对象的收入 唯独对方的经济 不能拖垮他 接着的转换焦点 带您来看到体育消息 这位是红袜队的台湾好手张宇辰 他在25日对上精英的比赛当中 因为他打击大力挥空 导致他的左手腕受伤 那么经过医师诊断 他的左手腕是有骨折的情况 目前将于美国时间周四进行手术 那么预计会缺席6周 红袜队台湾好手张宇辰 于台湾时间25日对精英打击时 大力挥空导致左手腕受伤 总教练科拉与防护员上前关心之后 让他提前退场治疗 根据美媒报道 张宇辰是左手腕的勾撞骨骨折 预计于美国时间27日进行手术 预计缺席6周 并进入10天的伤兵兵单 由巴尔德斯上大联盟 对于上市情况 张宇辰接受当地媒体MathLive访问时表示 我对于每天都能守游击很感激 感激球队给我机会能够每天上场去证明自己 但是现在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张宇辰2023年入选经典赛国手 在经典赛的表现十分出色 获选预赛A组MVP 以及最后评选获选最佳一类手 他因为签证问题 在春训后期才加入红袜队 最后进入开竞名单 初期的表现不是很好 但是晋级场有先发受游击 有很不错的表现